你剛剛講我腎上腺素 我只要講到新潮流 講到賴清德 講到民進黨 我腎上腺素 必然飆升得比他們低 他們會比我快 為什麼民進黨不倒 台灣不會好 對不對 好 我為什麼我要講這個 今年一定要 政黨輪第2024 1月13號 大家要注意 要去投票 投票 把民進黨轟下台 好不好 好 那我在這個地方講 不是同溫層取乃 我們是在神明面前講話 講話每一句話都要有根據的 好 我們講話都要有根據 為什麼我說要有根據 神明在上 我們不能胡說八道 我現在先講 新潮流 新潮流最近請潮而出 他請潮而出就當然幫助賴清德 對不對 對吧 對好 我現在告訴你 新潮流是一個什麼樣的貨色 你們要不要聽 全部都是廖北亞 從總統 從總統候選人到他的地下總幹事叫做賴錦翔 他們知道新潮流給他們看了春風檔案以後 我現在直接點名號 第一個 李錦翔請問你在台中市你在豐原的三明書店呢 我去過四五次 那個人就叫賴錦翔 他是賴清德的地下競選總幹事 他看了檔案以後 他點出了二十個新潮流的廖北亞 哦 這麼多啊 好 這是一個 這個新潮流是包含總統候選人 對 包含某個縣市的縣市長 還有包含這個區過去的黃國書啊 不是 黃國書不在這個區了 抱歉 抱歉 不能冤枉他 不能冤枉他 所以我們要選給廖偉祥 好不好 好 我就開始講 他點出了二十多個 我過來的時候看到民進黨提名的八個 八個 三個都是廖北亞 他們那個時候拿的是什麼廖北亞的錢 這個是李錦翔通通指出來了 但是民進黨敢不敢公佈 絕對不敢公佈對不對 對 好 第二個 那個人的名字叫做林佐水 林佐水看了檔案以後 居然有七個人監控他 一個人 已經做了監察委員 名字我就不講了 一個是誰 各位曉不曉得 一個是北部的某個縣市的縣市長 還有一個 現在呢已經到了南部 從縣長位置上面已經下來了 還有一個 這個人非常可怕 就在蔡英文辦公室 就是廖北亞 在他辦公室裡面啊 現在好像不在了 現在不在了 第一任的時候在他辦公室 這也是個廖北亞 他是廖北亞 各位看看 新潮流都是廖北亞 還有一個我的好朋友 叫做楊碧川 大概施政鋒教授知道 他呢 連檔案他都不敢看 他就直接跟我指明了四五個 我這樣子算一算 都是新潮流 全部都是新潮流 所以新潮流說他要講台灣獨立啊 那些 我說靠北啦 當著神明面前講 我說你敢跟我對賭 你敢支持台獨的話 我就稱你為新台幣台獨 對不對 你們搞那個台獨的就要賺錢 好 第二個我就講到新潮流 火力發電 還有 綠能發電 我現在告訴各位好不好 我知道的是 新潮流為什麼要成立 十九加一的公司 弄綠電 各位曉不曉得原因那是什麼 你們大概不知道 第一個 他們這些保衛電 全部都沒有核能知識 核能 可以幹董事長 那你說 你要做一個 營造商 你至少你要懂得工程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沒有看過豬對不對 沒有看過豬 總該看過狗走路吧 對不對 那我講的是他們的狗 他們就是狗 今天那我不怕 為什麼 他們第一個沒有核能知識 第二個 他們可以引進國外的技術 那所謂國外的技術 他要跟外商簽約 把他引進來的時候 就開始劃定地盤 從新竹 從新竹 苗栗 台中 彰化 雲林 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 都是在新潮流 當時在執政的縣市之下 沒錯 各位小朋友發生一件什麼事 全部都弄綠能 引進外資去收買地方派系 收買地方派系 你要找地啊 地沒有了 沒有了 水溝上面 河流上面 餘溫上面 可以什麼 叫做餘電共生 魚也可以養 電也可以養 我告訴各位 魚電共生 台灣 問台電的 一度電 補貼他多少錢 最多五塊 最少兩塊 一度電喔 我想請問 大家的鄉親父老 你們家每個月的 電費是多少啊 你一度電是多少錢呢 這些錢全部 到了什麼 新潮流的口袋裡面去 哦 各位想想看哈 一年 我的估計哈 如果我有錯的話哈 新潮流那你告我好了 我們就在神秘面前講 至少 各位知不知道 兩千億 這個叫做公然貪污 對 用政策貪污 你說民進黨要不要把他推翻掉 要不要讓他下台 要不要 除了這個以外 各位 各位再來看 新潮流幹了什麼好事 嗯 新潮流幹的事 鄭文燦那那些 那我最近呢 我問了 我也問了 國安局的我的朋友 嗯 我說鄭文燦明明是匪文案 你們怎麼辦 到叫做國安案 對啊 鄭文燦 他的權力會超過蔡英文嗎 我說你看蔡英文沒有匪文案 為什麼你們新潮流一大堆都是匪文案 是啊 什麼八國聯軍 我告訴你呢 我兩個禮拜前已經講了 他們居然不敢告我 對啊沒有告你啊 沒有告我對不對 對啊真的 我說什麼叫做八國聯軍 各位知不知道 澳門賭場外面 跟旅館之間的通道 上面 嗯 有阿根廷的 烏克蘭的 俄羅斯的 喔 還有其他的 還有印度的 還有南美的 還有南美來的 我們叫八國聯軍 可是啊 他敢開八國聯軍啊 替慈禧太后報仇啊 但是慈禧太后已經100年了 是1900年 現在是2023年 總共173年 鄭文燦 好 了不起 梁文傑也了不起 對 去開八國聯軍 開八國聯軍 說那個人不是我 當然 我相信那個人絕對不是鄭文燦 因為呢我幫他說一句公道話 省得他 他告我 我告訴你 鄭文燦幹的是八國聯軍 他哪敢幹 什麼中國人啊 什麼台灣人啊 只要華人臉孔他敢幹嗎 鄭文燦真的能幹呢 能幹到最後變成國外問題啊 對 這個人是誰 新潮流 我有沒有說錯 沒有 對 好 這些完了 我再跟各位講 你新潮流還有什麼寶貝的事呢 新潮流就叫公營企業 對 你們給我弄個地下俱樂部 弄個地下俱樂部 搞的房中房 不是房中秘宿 他叫房中房 你看上了就帶到廁所裡面去 或者小房間裡面去 這個名字要不要公布 我想算了吧 沒有 因為他們都有妻兒啊 這樣啊 因為我也跟他們見識過 你可以大概形容一下 好 那我現在形容哈 大概有四五個立委 都在幹這些事 他們就弄了一個小秘房 外面可以吃飯 可以喝酒 可以打牌的地方 打牌的後面就有一個叫做房中房 房中房 房中房大概五六坪 五六坪他們找的 絕對不是台灣的女孩子 八國聯軍 又是八國聯軍 又是八國聯軍 叫做東南亞的八國聯軍 這換個口味 換個口味 換個口味 你知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這樣子幹 沒有 這個幹是中性名詞啊 那我沒有講講那個 那你要幫我解釋一下 對對對 我也有個幹嘛 對不對 對了那你不怕幹的幹嗎 對啊 好 那我跟各位講 他們為什麼不找台灣女子 你們知不知道 怕認識她 也對 對 認識她出來一講以後 那就完了 她又是九國聯軍了 變成八國聯軍 八國聯軍還有一個國是什麼 台獨國嘛 你們搞搞台獨 就是為了弄八國聯軍嗎 對 不像話嘛 真的 今天我通通講 還有一個 我們再來講到 新潮流的 新潮流的就是賴清德 我已經講了那麼久 現在蕭美琴回來了 蕭美琴是我過去的朋友 請蕭美琴問問看 他1991年到20 到1999年這八年 他幹的是什麼 高級臥底 啊 高級臥底 又臥底了 他又臥底 幹了八年 檔案上面有 蔡英文在2019年 逼退賴清德 是 就是拿情字單位的檔案 逼他退卷 哦 你看這件事 我已經從七月講到現在 我已經等了五個月了 他還是不告你 他還是不告我 我就不知道他為什麼不告我 對不起啊 那我沒有雙性戀的傾向 那我跟我太太結婚三十三年 那我沒有雙性戀的傾向 不是說那我喜歡賴清德 賴清德喜歡我 哦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做一個總統 你要不要把你過去的歷史通通講出來 對 各位去看賴清德所有的專輯 他前半段他都不講 他談的都是他的後半段 對 他說他是礦工之子 那我相信 他說這個偽見是我爸爸留給我的地 你要拆掉這個對我感情上面 我難以承受 我難以傷害 但是你出賣同志 但是你出賣同學 請問你 你良心會心安嗎 對啊 賴清就必須要好好幫我去問一下蔡英文 這個檔案什麼時候公布 我告訴你賴清德 我就吃定你這一招 你相不相信 現在都是這些人當政 好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技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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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